波动比较大的就是加密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 其中一个就是比特币 因为看到其中一个消息 就是Tesla创办人Elon Musk 上个月他说了暂停接受 那些用家就用比特币来买车 这个消息就令到比特币的价格急跌 不过他昨天又说 如果只要证明到那些矿工 是用50%或以上的清洁能源去挖矿的话 Tesla就会恢复接受比特币作为交易货币 这个消息就刺激比特币又反弹 又升到4万美元的水平 其实比特币的消息也很多 近日南美小国和西亚多 也说到会将比特币立入法定货币 其实短期来说 我就觉得问Thomas的走势来说 都挺难为理的 因为始终Elon Musk一句说话 就令到走势很波动 但中长线来说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 那些监管当局想规管 只是规管 都不能够排除了监密货币 在市场的情况 那你觉得中长线的走势 你又怎样看呢 Thomas 我想要留意一下 上一次比较上是炒得次热的时候 已经是2017年的时候 当时差不多达到2万美元左右 然后出现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调整 去到2019年的时候才是完成了 整个调整 也有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就算今次的调整比较快一些 但需要留意一下 其实今次的高位 就在今年4月6万多元才会出现 变成了现在也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自己觉得那一个调整 就未完整了 也需要留意一下 Elimus的言论方面 如果真的要用到5成以上的清洁能源 首先来做一个采矿的话 这个基本上在技术的层面 其实我相信在未来10年应该做不到 因为现在就用这个火力发电 用煤炭的成本就是相当之低的 如果你要变相是用这个清洁能源来做的时候 其实保守估计 它要用那个成本是要比现在高出20% 但这个已经是很保守的估计 因为如果你现在是用石油 或者是用天然气的发电 就对应煤来发电的时候 那个成本其实已经是分别高出了1倍和1.2倍 如果你再要用这个清洁能源的话 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如果要靠这个消息 短期来说 是要对比特币有一个很大的提振作用的话 我相信就未必是可以做得到 可能有机会 在过了这个星期 但当消息消化了 大家冷静下来 留意清楚这句说话的时候 回落的机会会比较大 有机会会下跌 可能是3万5万 甚或是之前就近3万3万 低位都不定 至于你说一个中长线的前景 我相信都要看回各个元首 如何去看这个货币 因为本身就是 如果作为一个支付功能的时候 它的波动性这么大 是比较难做得到这个效果 所以就要留意中长线来说 是会升的 但到底要有多长时间来调整呢? 入市前大家都要考虑一下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